虽然说现在的房贷利率一直居高不下 让很多买房一族保持观望态度 但是对于很多刚需买家来说 买房还是必须要提上日程的事情 而说到买房中的样板房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熟悉呢 样板房是用来吸引潜在购房者的 让购房者快速感知一个社区基本的房屋结构 一般样板房在展示了一段时间后也会出售 相信很多朋友和心瑶有着一样的疑问 那么样板房可以买吗 难道不过有什么潜在的风险吗 那说到样板房的优点 它就是价格相对比较低 有比较好的设施 不过它的缺点也是非常明显的 比如说大部分的样板房都位于交通繁忙 并且道路噪音过大的繁忙街道或者是附近 此外样板房看起来是很漂亮 但是建造样板房的工艺可能会有所欠缺 因为建造商在建造过程中会很匆忙 建造者可能也会偷工减料 以不耽误太多时间 最后由于样板房要接待很多客户 所以地板也难免会有磨损 那么心瑶也来给大家几个小小的tips 如果有考虑样板房的朋友 不妨来参考一下 首先就是要聘请房产经纪人了 想要买样板房可以聘请房产经纪人 来帮助协商价格和销售条款 买方代理还可以为该地区的类似房屋进行比较 以拿到最公平的报价 通常来说样板房的售价低于当地市场 类似房展的中位数或者是平均水平 那和专业人士合作的话 也可以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的折扣 再来要确保房产没有被人居住过 在某些情况下 样板房实际上可能已经被测试该无业的 潜在买家居住过了 所以在购房之前要询问一下 以前是否有人居住过 并且在参观时也要检查是否有损坏的迹象 聘请房屋检修员也是非常重要的 虽然说样板房是一个相当新的房产 并且是按照规则建造的 但是在买样板房之前 进行房屋检查仍然是一个比较明智的做法 考虑延长保修期也是非常必要的 开发中的新住宅的好处之一就是他们通常包括建筑商提供的保修 但是你可能无法获得样板房保修的全部好处 可以与建筑商交谈一下 看看他们是否可以提供延长保修期 为你提供更多的保护 以防在搬入之后再出现问题 了解建筑商的信誉也是非常重要的 在购买样板房之前要研究一下建筑商的信誉 那大家可以通过网络查询 也可以问一下身边的亲朋好友 那最后还是来总结一下 到底要不要买样板房呢 如果说你正在寻找一栋具有顶级功能的新建房屋 可以毫不费劲的搬进去 那么样板房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更不用说样板房可能是一笔不错的交易 尤其是在房价上涨并且库存仍然紧张的时候 但是正如刚才信尧所提到的 由于样板房被人们频繁的参观 磨损的情况还是不如忽视的 另外也不排除豆腐渣工程 所以最终给大家的结论是 就像购买任何房产一样 购买样板房呀还是要根据你的需求和预算来决定 那不知道收听节目的朋友中 有没有购买样板房的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聊聊自己的经验 好了 以上呀就是今天美地巨卫会的全部内容了 感谢你的一路陪伴 我是星瑶 我们下期再约啦 谢谢 Когда我们看到 ini 最好有时候再约别忙 还是会转炒这个 没有浪货 我都给大家思考 谢谢 陈朱